到底三分線起跳灌籃要算三分 還是算兩分 還是算五分 因為他們規則沒搞定 我就沒去參加選項 迪摩根定理 也就是迪摩根 反扣法 這到底是什麼 什麼叫反扣知道吧 背對籃框扣籃叫反扣 面對籃框扣籃叫正扣 像當初 我本來要去參加NBA的 因為我會從三分線起跳直接灌籃 那時候就要產生規則上的爭議 你到底三分線起跳灌籃要算三分 還是算兩分 還是算五分 因為他們規則沒搞定 我就沒去參加選項 回來台灣當數學老師 就是這樣子 所以 面對籃框扣籃叫正扣 背對籃框扣籃叫 反扣 知道嗎 所以這叫迪摩根 反扣法 但是實際上沒有人可以從三分線起跳灌籃的 應該知道吧 最久 最長 好像大概頂多罰球線飛就很厲害了 對吧 然後像每次灌籃大賽都會有那種 車子放中間有沒有 然後飛過車子灌籃那種有沒有 是吧 那你們都看灌成功的嘛 我都看灌不成功的 就是飛起來被刺激到半道整個灌到裡面去那種 那超痛的 很爽 很爽 因為它飛起來那邊會被半道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什麼叫做反扣法 反扣法就是 用另外一個思想去解決原本問題的意思 就例如說 我要算出班上有戴眼鏡的人 結果我發現 班上沒戴眼鏡的人 比較少 那我原本算班上有戴眼鏡的人 我要這樣 哇 數好久喔 但是班上沒戴眼鏡可能就這一個 兩個 就這兩個沒戴眼鏡 我可以怎麼做 我就拿全部 扣掉什麼 那兩個沒戴眼鏡的人就好 剩下就是有戴眼鏡 所以 就是兩種強 第一種 要直接解決 人家叫你算班上有戴眼鏡的人 你直接數 反扣法的意思是告訴什麼 那我可以先算出全班的人 然後再扣掉什麼 沒戴眼鏡的人 這樣也是有戴眼鏡的人 來當意那個… 拜拜 再確定的吧 你 oddly回答 超級技术 小禮仔 我 超級雪 好 就 那